西游中有一件十分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火焰山的土地也曾说过 此间原无这座山 因大晟五百年前大闹天宫时 被你登岛半步 落了几个砖来 到此处化为火焰山 那么区区两块砖 为何能变成八百里火焰山呢 原来天庭经常往返间掉东西 比如如来福祖的一只手 就变成了镇压孙悟空的五行山 玉帝扔下的一颗桃 化作尖压摇姬的桃山 神究原理并不能用科学证明 只能用三点神学来诠释 其一 原著开篇有提到 清者为天 灼者为地 原来天地有两种不同的气 天庭上的玉与穷楼 都是依靠清气扶摇而上 一旦下界 就会沾染灼气 变大变沉 其二 时间流速不同 天上一日 地下一年 天上之物下落到凡间 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 就会吸收无数其他物质 导致重量 体积增加 其三 天上之物具有灵气 比如翻天印 就是半截布周山练成 在掉落凡间的过程中 一旦圣人封印的灵气丧失 翻天印 就会重新变索布周山